接的部分的话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这些 第一个就是把接的那一段程式码 一模一样call过来 放在s 这应该没问题 再来的话底下就是什么 去class.4name 就去抓什么抓jdbc的driver 这个driver是for access的 所以把ss的driver 把他抓过来之后的话 再来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 assess是放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 我建一个那个stream 他URL 然后呢他的路径在这里 就是他的odbc 那他的开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种其实书上面写的是下面这一行 下面这一行是 你在odbc里面 建一个名称叫adress 那要选取 就选那个地址的database mdb就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方式 我觉得不太方便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你如果换一个地方放 换一个server 你还要再去建一个odbc 有时候比较不方便 但书上面只有这样教 后来我就找了一下 其实有用ss的那个档案的方式去开 不过呢 当然这个地方我这边是用一个绝对的 路径 如果说你要用相对路径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request里面系统参数 去找到你现在 你的那个 目录在哪里 不过那个又要 花一点时间 我看直接怎么样 把我的路径抓出来 那我的路径其实要抓很简单 webcontain 按右键 内容 这边就有一个我的目录位置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串 把它复制贴上来之后 后面再加上地址 因为这个斜线 反斜线 它是保留字 所以要把它加一个斜线 OK 这应该 应该知道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它的路径了 所以 第1个是driver 第2个是它的路径 第3个就是什么 我们去用那个建一个connection 这connection是要连接那个database 那把它连接之后 有没有 就建一个物件给它 就是叫做con con con的一个 这个物件 然后呢 把后面这一串东西 URL上面这一串 放给它 然后面需要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什么usernames 跟password 因为这边我没有usernames password 就空白 所以如果你将来是什么 买seql 或者seql server 你当然一定要userid 跟password 你就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再建一个那个 这个叫stament 这个stament的话呢 利用那个con 去